王力宏激怒你李靖蕾 雷神之锤得不偿失 你应该知道的是 到底离婚要怎么样的智慧和权益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o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谁来开讲 最近啊 占满各大新闻版面的搞得血流成河的雷神之锤 让王力宏的形象可以说是在一夕之间跌入谷底 老师在看这一则新闻的当下 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心疼 那老师心疼什么呢 其实老师心疼当事人 心疼他们的家长 也心疼他们的小孩 把这种家务事搬到台面上 让大家来公审 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压力一定会伴随着他们一辈子 那离婚一定要搞得这么难堪吗 只能透过那么激烈的手段才能够诉诸需求吗 人与人的相处经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 婚姻生活本应该就是互相扶持 但如果真的不合适了 真的需要分开了 那就要多一点理智和智慧 共同来处理离婚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特别来探讨离婚的智慧和权益 一旦如果真的遇到要离婚的时候 又得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那么又有哪一些常见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 能邀请到吴启元律师 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 那么我们今天呢 非常开心 请到我们的这个吴律师 又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 吴律师 其实跟大家问个好 Rio老师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也要来聊一聊 你看在最近的这个议题 非常的火红啊 就是王力宏跟他老婆的这个 雷神支锤的案件 你有看吗 略有透过新闻了解 非常戏剧化 以前你喜欢王力宏 都有在听王力宏的歌啊 是吗 现在所有出来的情歌 听起来就特别的尴尬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对 我们请教一下吴律师 在李静蕾 他的这个声明当中 也特别提到 他这段婚姻 为什么最后要做结束 最主要的是 有提到一些婚姻上的 一些冷暴力 那在法律的这个概念里面 到底冷暴力是什么东西 那在离婚的过程当中 常见吗 冷暴力这个词 其实不是法律的用语 那就我所知 大概是算是心理学上的用语 那冷暴力其实 它就是相较于 以往的家暴的那种伤害身体的暴力 那冷暴力大概的方式就是 会给人的忽视 冷漠 这种疏离 然后让人家在整个关系里面逐渐的边缘 那其实这个冷暴力的方式是与情绪勒索这样子的方式 把你当成空气 对 那其实对于婚姻关系 这个家事关系来说是非常伤的 有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讲出来 然后把你当作空气 那你在这个家中好像不存在的这种感觉 久而久之 其实形成的压力都会非常的大 就刻意疏离也算 对 其实那个心理压力是挺大的 对 倒不如吵上一架 对 大家来拼拼口才 这个冷暴力确实是对很多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些事 对 因为冷暴力它就直接阻隔了沟通的方式 你没办法透过沟通 然后吵架的话 你也许在争吵的过程之中 那双方会静下心来思考对方的讲的内容 可是你冷暴力你不会有任何的对话 没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 一般我们在华人都经常说好聚好散嘛 对不对 如果假设大家真的相处不下去了 那我认为在要离开或离婚的时候 应该有更好的一些安排了 是 就像王立傭这个事件其实搞得众所皆知 互接舱巴这种感觉实在是不是太好 我想律师也应该这么认为对不对 那我好像有听过一个案件 他们在离婚的协调当中 听说老公不满这个协调的过程 一气之下 开着车就把这个律师跟 跟这个女主角啊 把他撞死了 您听过这个案件吗 有这则新闻发生的时候 其实在法界盛传 那当下可能也许在协调会之中 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 还正在协调而已啊 当时的时候是在做调解 然后可能不知道 调解也不晓得有过什么样的言语上面的交锋 那老公这边就可能情绪无法按捺住 然后律师跟他当事人老婆走出法院外 还在走出大门的道路上的时候 那这个老公就直接开车转过去 我那个真的就是从冷暴力变成真暴力儿 所以两个就死掉了 对 那律师跟妻子 就我所知好像当时的新闻是 应该是当场死亡的 好像听起来你们当律师的 其实风险也挺高的 有 因为那个事情发生过后 就连我自己也都是会小心一点 是是是 因为律师其实也蛮危险的 因为你们经常都是要跟一些 在 因为都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居多嘛 对不对 所以自身的安全也得要保护一下 对 当然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 就是说一般如果夫妻他们要离婚 是不是一起去到护证事务所办理就可以了 对 这个其实在两院离婚的方式来说 去护证去办理 双方讲好然后就去办理 在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他不需要律师也不需要法官吗 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 还要约定其他的财产分配的时候 那可能才会特别找律师 然后写一些离婚的协议这样子 那不然原则上大概都是 双方讲好之后 那就去护证然后去办理离婚这样 那如果在离婚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呢 怎么办 一方不愿意的情况底下 那就是没办法去做两院离婚的动作 那接下来就是可能就只能用透过法院 用诉讯的方式来进行离婚了 那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去诉请离婚吗 其实在民法的规定里面 并不是所有情况你都可以很顺利的 就去诉请离婚 在法律上他大概列举了几种离婚的状况 那这些离婚的状况通常都是比较严重的 那像是说夫妻之间存在着不堪同居虐待的情况 那或者是说夫妻一方他可能跟第三人发生性关系 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 那才可能这样的室友才有办法去诉请离婚 那如果除了以上这些 这个老公也没偷吃老婆也没偷人 反正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这种状况 也能诉请离婚吗 也可以 那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那些列举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去看说 除了这些法律列举的情况以外的其他室友 那这些室友到底严不严重到说可以就是没办法维持婚姻 那法官会在个案中去判断 因为像是你可能用所谓的夫妻之间觉得挤牙膏的位置 这个挤牙膏位置有的人喜欢从屁股挤 有的人喜欢从头开始挤 对有的人喜欢从中间 对因为这样的生活的习惯不同 对生活习惯不能忍受 然后你就一状告到法院说要离婚 那法院就去判断说这个原因到底严不严重 严重到说你们真的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在一起了 那这样才可能 换句话说如果太过于鸡毛蒜皮的事 可能法官就不会审理了 对法官可能觉得你来乱的嘛 也浪费这个司法资源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万一 譬如说两兆双方甲方跟乙方 假设甲方你可能也在外面可能有犯了一些错 可是我是一个乙方 不管男生跟女生 我没有犯错啊 我也不想被离婚啊 因为离婚是你单方面的想要 而我不想要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其实就会看 在甲方这边如果他提起离婚 那可是这个事情 他提了离婚的事情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对 这个不能维持婚姻的事情都他自己造成的 在民法上的规定 是他是就不能来提这个诉讼了 就你犯错的人你不能提 对对对对对不对 你丑一你就不能提 就我只能够提 那如果假设你提了 你本来就不能提嘛 那我不同意也是很正常的事嘛 对对当然 那我也听说如果假设在 你一直要离婚我不离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通常也开始可能就真暴力 跟冷暴力就来了 对 你一定会使尽任何方法上 想办法让我离婚嘛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蛮痛苦的 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互接伤疤 然后互相指责对方说 他哪些生活习惯不太好 这个在家事案件中就会很常看到 所以真的是相爱容易相处难 真的确实是这样 那一般以这个吴律师你来看 就是说在离婚里面 他有时候经常涉及到哪些范围 离婚的时候 其实除了刚才要具备一些原因 你才可以来离婚以外 那不外乎你所要处理的 大概就是财产的问题 婚后财产这样的问题 还有再来如果有子女的话 可能也会涉及到说 子女的监护权的问题 对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是 在家事诉讼之中最常去争论的 就一般离婚大概谈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钱怎么分 再来就是小孩子归属谁 对 那在小孩子归属的上面 有没有在过去的这个法案的判定 是谁赢的地方多 或是怎么样的争取到的 这个护养权会比较好 目前来看 现在的出发点都会是 以子女的最佳利益来做考量 在法官会站在小孩子的角度 然后来看待说 父母亲给我的资助 给我的帮助 给我的教育 然后来决定说 到底要把监护权给哪一方 对 那不像早期 早期可能男方这边都会比较有钱 都会用经济程度比较好 我可以给小孩出国 让他出国念书 然后法官就会判给他 现在不会这样 现在其实会 法官会从子女的角度 就是着重在说 子女的成长过程 也可能会希望说 爸爸妈妈的一起陪伴 那可能就会一起用共同监护的方式 那甚至说 妈妈可能给予的教育比较多 那我就判给妈妈 并不会再把 男女双方之 到底谁比较会赚钱 这件事当作 比较是主要的考量 那您刚才讲 那共同抚养是什么意思 共同监护 共同监护是什么 共同监护可能就是 子女的侵权 就是让爸爸妈妈一起去行使 不会说就是 主要可能 妈妈作为主要的照顾者 或爸爸作为主要的照顾者 那他住哪里 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去约定 对 可能在那边住三个月 我这住三个月吗 对 这都可以 在他过程中看 小朋友自己的需求 或者说爸爸妈妈讲好 什么时候他比较可以照顾 那就做不同的规定 所以您刚才的意思是说 在过去大概都是 判给爸爸居多 就是谁比较有 有这个经济的主控权 能够让小朋友 有更好的这个生活 或者是照顾他的 这个经济的支出 对 判给他多一点 对 而现在就不一定了 现在因为多方面考量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成长也不光是金钱嘛 对 包含你对他的爱 各方面等等 可能是这样 所以也会不一样 与时俱进 那刚刚你还有提到 就是说对于财产的部分 是 这个剩余财产的分配是怎么样 因为财产分配这个制度 在民法上的规定是这样 就是夫妻双方在离婚的时候 那他们会坚对说在婚姻关系 这个存续的过程 对 从结婚到离婚这段期间 那这段期间可能 夫妻双方各自的财产会增加 那可能扣掉他们自己的债务之后 然后来做一个结算 然后做一个分配 那这样举例来说像是老公这边 他婚后的财产增加了大概100万 对 那但是妻子这边婚后的财产 他都在家照顾小孩 那他都没什么出去工作 那婚后财产只增加10万 那他们的婚后增加财产部分 大概就差了90万 做平均分配之后 增加财产比较少这一方就是妻子 他就可以来对夫这边 来要大概45万的这个剩余财产的分配 那剩余财产分配这个制度 他的目的啦 目的会有这样的规定 是因为其实考量到说 过往的家庭的经验 就是说大概妻子都会是 比较经济弱势的一方 可是他在家照顾小孩 没有出去工作 这件事情他做的牺牲 他做的家世的劳动 他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因为你老公可以出去外面 放心的工作 那你可以那么放心的工作 是因为小孩 他把安内做好了 对 他把安内做好了 那当然这个他是有他的价值的 那不能把他忽视 所以才会订定这个制度 所以那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两兆双方的之间 把一些所谓的负债扣掉 把增加了财富 然后相互抵开 剩下的这个钱是平均分配吗 对 就差额 只有差额的部分 那一定是这样做 就是说如果他申请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补偿或是赔偿 他就必须要给一半的这个钱 对 就是这个在法定财产制之中确实是如此 确实是如此 我那些离婚要很考虑 对 他有足够的钱能够把一半拨出去 对 但是如果说可以谈得拢的话 如果双方可以去约定 那当然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请看王立宏就是太舍不得 我觉得是这样 该给的还是要给 不然人家来硬的那不是还是倒霉吗 所以要告诉大家是 还是要大方一点 太抠真的是出大事了 你看就为了那个几亿的豪财 要么我就先借你 这个搞的真的是乱七八糟的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在财产这个部分里面 那婚钱的算不算 之前王立宏的这个新闻有提到婚钱的 列入分配的只有婚后增加 那所以婚前的原则上不会列入婚 婚后财产再做计算 那还有像是说 一般我在婚姻关系里面 我继承来的 别人送我的 然后这种情况 或者我自己的精神卫补金的情况 这种都不会列入分配 继承来的也不算 继承来不会 就是像举例来说 就是可能老公这边的 他的爸妈过世了 那遗留了一笔财产 那笔财产不会列入 这个婚后财产剩余分配的计算 所以他还是蛮有人性的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共同努力之下 也许你案内我染外 也许你做工作我干嘛 然后大家一起赚了一些财富才算 那譬如说来自于比较意外的 譬如说是遗产那些 额外天外掉下一笔 可能跟我们之间的努力是没关系的 那个就不算 对 这个法律还真的是蛮人性的 所以他还是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可是你如果以吴律师 你专业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在坊间也听到 其实也很多人离婚之后 都近身出户 对 那他有可能在这个婚姻关系之中 他也不想要带走任何的东西 就是完全的放下 那不想要再去回忆这段过程 那当然他可能 所以他如果自动放弃也没有话说 对 就有些人就是说 反正我经济自有 我也不差你那些钱 对 我也不想要跟你拿那些 我们就尽快分开就好了 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现在目前的法令 不是有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除罪化叫什么 这个是 外遇是吧 通奸除罪化 对 通奸除罪化的部分 其实像中是去年的时候 大法官针对说 以前夫妻之间 夫妻的一方 只要跟小三发生新关系 就会有通奸罪的处罚 现在没有了不就没事了吗 开放了 不代表说 认合没有完全的没事 那只是代表说 这个不再用刑则 刑罚来处罚外遇的双方 但是呢 还是会有所谓的民事上的赔偿 对 这个部分其实还会涉及到 侵害配偶权的问题 对 那毕竟说 你跟小三之间有不正当的交往关系 或者是说 你也更进一步的发生性关系 那你都是侵害了原配的 这个一个配偶权 那他基本上是可以来 请求就是 精神卫护金上面这个部分的 所以虽然没有这种刑法的责任 但是在民法上面 他还是有 还是有民事的赔偿责任 还是有民事的赔偿责任 不是鼓励大家 空间出这话 那大家可以尽量外遇的 不是这样的 对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大家注意 那针对于这个像离婚的这个案件 就像我们提到王立宏 跟他老婆这个事 那身为一个律师 当然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你有没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 稍微聊一下 针对于这个好聚好散这个事呢 在你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 王立宏跟李静蕾这段过程之中 可能在声明上面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比较过度激烈的在碰撞了 那我会认为说 适时的要去释出一些善意 在王立宏的部分 可能显然做得比较不足啦 所以一般像我们在做这个危机处理里面 我们也经常说 先处理情绪 再来处理事情嘛 对 你先把大家的情绪能够冷静下来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我相信都已经是 对不对 都是这个床头草床尾和了 也都多做了一个夫妻了 其实不管过程如何 如果真的到那么一天 大家要分开的时候 应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然后好好沟通一下 把这个未来的路 我们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 对 也许离完婚之后 还是个家人朋友是吧 当然了 就是可以 还是朋友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呢 也透过在律师的这个角度里面 把这个离婚 分开这样的事件呢 跟各位啊 来做一个好的一个分析 那当然不是鼓励大家离婚了 也希望大家呢 真的能够好好相爱 离婚要小心了 一半钱就要被拿走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吴律师摆忙当中进来 那也希望未来有机会 常常来这边做客 嗯 好不好 好 OK 谢谢你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吴律师的分享 关于离婚的权益 离婚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件事情 那要如何的和平的分手呢 多数人谈分手啊 离婚的时候都是选择在愤怒的时候 老师认为啊 不应该在有情绪的时候 来谈论这样的事情 应该要静下心来 并且互相的理解 理性的去沟通 如果不知道如何摆脱愤怒 适时的调整心态的人 建议可以点上方的网址 去观看一下哦 当然老师在这里 并不是要鼓励大家离婚 而是因为王力宏的这一次的事件 让老师真的是有感而发 真的过不下去了 那我认为就得好聚好散 夫妻相处不容易 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修的共整年 多多珍惜得来不易的缘分 这才是真正的婚姻之道 预祝各位幸福美满 白头大佬 大家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一些法律的问题 欢迎留言给老师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精心为你准备的影片 我是Rio老师 谁来开讲 我们下次见 拜拜